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青春我说是 麦都试一试 Kerry,听说你暑假去了旅行 你是自由行还是跟团 暑假和我的朋友去韩国旅行 是自由行 我发现自由行很过瘾 因为可以吃什么 住什么都自己安排 不用跟团的麻烦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都会选择自由行 多个跟团 我们今天就很开心 可以请到几位旅游达人 上来和我们分享的体验 我想问一下你们 乘飞机会在网上抢便宜机票 还是怎样的 我想基本上都是抢便宜机票为主 因为会可能 始终学生的budget就不会太多 我通常选择廉航 通常便宜些 可能有些会出特价 由几百到几十元 但当然 他们当中的娱乐 或者那些东西就可能不太好 但可能三四个小时机的话 和一程长途巴士差不多 便宜那么多 那当然是乘严堂 但是你们飞机的质素 会不会没有那么好 因为正常来说 你比较便宜 那他们服务应该会没有正常 航空那些那么好的 最重要是什么 空姐你是不良先 那当然就没有那么好 你说飞机餐 或者一些座位 甚至位的size 可能都已经没有那么好 但是都是浅为重要 那飞机餐呢 有没有能吃飞机餐 因为如果乘搭飞机 没有吃飞机餐 我觉得如果飞机没有飞机餐 是好像去海洋公园 没得玩过山车 是的 我反而觉得可能要看回 那个长短程的问题 可能短程的就未必有 因为就算正价机票 都未必会有飞机餐 但是可能你长途那些就一定会有 那下飞机呢 你们是会 选择用什么方式去 去博通你们的电话的WiFi 因为我之前去台湾 我是一落飞机 立刻跑狂冲去 一间叫做台湾大哥大的地方 买一张无限上网的电话卡 然后是其实很便宜 因为其实它可能比你用WiFi蛋 因为它是7天都不用70元 就是平均一天是 10元 10元 那你们是喜欢买WiFi的电话卡 还是喜欢用WiFi蛋 我喜欢用电话卡 为什么 因为电话卡 我之前也试过 在台湾买大哥大的那个 真的很好用 而且如果用电话卡 你不用额外再充WiFi蛋 你不用又充电话又充WiFi蛋 变得方便一点 你充电话就可以立刻用 但是我觉得WiFi蛋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去过一些地方 虽然它可能算日子 会比较贵一点 可能三十多元一天 但是如果四五个朋友 一起去的话 其实分一云真的很便宜 而且你可以无限地用的时候 而且速度又够快 譬如有些朋友 喜欢一路玩一路开Live 我现在去到哪里了 其实是好玩一点 而且你不用那么多顾虑 但是如果说起玩 说了这么多去玩的东西 那去玩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的 最主要是钱 那你们会在哪些地方 唱钱呢 你们会选择在机场 还是兑换店 因为机场听说 会有手续费收 会比较贵的 我自己其实都 我会一半一半的 那因为 例如说我长途旅行那些 可能去很多个国家 其实你很难 在香港抢了这么多款不同的钱 那我自己可能会抢了一些 一小量的欧元 因为始终呢 带这么多钱在身上 我自己都会害怕的 那所以 我去到当地的时候 才会海外提款 那这样 那真的会有手续费的 但是其实它一次过不是很多 那你当时会拿会方便一点 我就 通常都专攻几个地方 所以我又没有特别 好像Carmen那样说 要有很多种类型的钱 要兑换 那但是 如果我通常自己兑换 我就 看着 看着个市 最重要是看着个市 看着个市 它一跌呢 就立刻大手卖入 那就不要紧了 就是 你知道它便宜的 它一定会升 那你自己用不着都好 你可以兑换 那你又当自己是一种投资 那你到时去 真的去玩的时候 那你又可以真的 用 就是已经躁起来 你又不用跑 去到的时候 我可能去日本 去到十队 那怎么办 不要紧 我六队的时候 已经换了 你前面在Lice的时候 真的告诉我 就是 就是时刻都准备去旅行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住哪里 因为我自己觉得去旅行 花得最多钱的那一环 就是酒店 因为你 其实 你又不想住一些很高的那些 可能有蛇蟲雪藝那些 那些一定很便宜的 但是 你要住好些 就自然要比贵些 那你们住哪里 其实都不是的 好像 我去日本那样 因为我认识少少 他们的日文 在他们的日文网站上 订酒店 其实是会便宜 在一些大的网站上订的 还有 其实他们 甚至有些计划 都是 日文网站才会有的 可能有些东西送 或者 吃饭可能有酒 或者 可能 有多一两个不同的服务 其实 那些日文网站 就会比较多 这些计划 但是那些日文网站 是比较 那些 本地人 还是怎样的 因为 你日文网站 香港人 不会懂得看的 其实 他就没有说给什么人 最重要是懂得看 其实看也不是很难的 因为你来来去去 都是那些字 就是早餐 晚餐 住多少晚 什么房 Double size 其实都是这些 所以 其实说真的不难的 不过 最重要是 你要懂得找那些网站 其实就可以的 如果 我应该找完那些网站 然后Google Translate 然后 订错我酒店 对 我爸爸也是Google Translate 就是他订到的 是的 我爸爸有时候自己去订 不找我 帮他手 他也是自己逐个逐个Translate 是的 其实 我还有些好些 可能更便宜的选择 例如 例如说 胶囊旅馆 其实胶囊旅馆 住得舒适 而且会有Locker 会有些大浴場 那样 其实在 麻雀虽小带 其实都五藏俱全 而且都住得OK 而另外 其实都可以 再便宜一点 甚至我们可以去住 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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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巴不是上网玩 打机的 对了 就是上网打机 怎样在那里住呢 那譬如说 好像在日本那样 他会有些网巴 是故意为人 去预备睡觉 过夜 那样 可能你就是 去设计一个夜晚 可能十二个小时 或者八个小时 那样 其实他已经预备定 可能一个大小 可能够你摊在那里的尺寸 那其实 除了你摊在那里之外 说明是网巴 他又会有漫画 会有些免费饮品 而且 当然网巴 当然是上网 而且 他可以即时去 不用特别设计 其实都挺方便 而且价钱方面 亦都相当便宜 挺好 听起来 好像我之前去韩国 我也是跟我的朋友 第一晚 因为我们下到机 都十点多 然后我们是 讲不及去酒店 我们最后 去了韩正网 然后那里的韩正网 都是好像子鱼刚才说的网巴 虽然很小 但是他很便宜的价钱 什么都有 可能你去那里住一晚 是100元港币 然后是可以给你充闻 浸浴 可以去很多不同的房间 里蒸 很好玩 大夜还有食物 又有电视看 其实我觉得 这些都是如果你去旅行 省钱的话 一定要去做的一个选择 最重要是便宜 玩得尽 我自己反而还了欧两个月 但是都基本上不用给酒店费的 蛤 导游 有得住 有得吃 有得睡 有得睡 一路有船飘下来 一路有见到櫻花在旁边开 美国开吃的 我有个提示